由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主办的2013年会 今天晚上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开幕 邀请到来自中美的知名学者、实践者以及教育思考者们 就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教育改革交流思想展示成果 我们今年的话定全球化的教育改革的题目 主要是考虑到两点 一个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起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对教育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教育改革会有一种新的形式 围绕全球化教育改革这一大主题 本次年会有教育科技、公民教育、民办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四大主题讲座 演讲嘉宾有来自哈佛大学、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西郊六股大学等高校的教授教育家 也有汉林医院教育集团、过来人教育集团等教育实践者 为了帮助有志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本次年会也特别设有青年教育实践项目评比以及交流环节 我们的希望是能够他们把对中国教育的理解 带到年会为大家分享他们在中国教育做实践方面的经验 也能够促进交流、能够使两方能够交流了解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论坛本届年会是由美国亚洲文化中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为帮助中国的教育改革、为有志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明天的论坛当中也将就中国教育改革进行讨论 美国中文电视驻波士顿记者耶和报道